台南是个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今天来分享三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东门市场的老客户 这是母亲故事22周年 每年11月初我们都会回台南家族聚会 我们去东门市场走到一家水果摊 老板娘跟我们说 她跟她家人以前都是妈妈的客户 她说妈妈的手艺很赞 已经过了22年 竟然还有人记得妈妈 后来又来到一间蔬菜店 老板娘也说她认识妈妈 也知道爸爸以前是做摄影的 她说她年轻未婚的时候 就已经到一家美容材料公司工作 所以跟妈妈有生意上的往来 她也记得我叫什么名字 她说她看到我的时候 我才幼稚园 我的长相跟小时候还是一模一样 一连在市场碰到两位母亲当年的熟客 有一种很特别的情感 第二个要分享的是东门市场的肉铺 东门市场有两间很有趣的肉铺 一家是每次经过都会看到一条很长的人龙 另外一家是在她隔壁的 这次我是要讲大排长龙的这一家 我之前经过的时候都很好奇 为什么这一家每次排队的人潮都会那么多 所以有一次我就请老婆先去排看看 后来老婆买了之后 她跟我说他们的服务非常的到位 第二次呢 爸爸坐轮椅 我又推着他过去 之前爸爸买肉呢 都是在水仙宫市场固定的摊位买 这一次过去呢 我们排了一会儿 到我们的时候呢 他们的服务人员非常的有耐心 尤其爸爸因为先前有点小中风 说话还有思考都还在复原当中 你问他话 他讲话也不是很清楚 那他回答话也要想个老半天 但是这个摊位的服务人员呢 完全都没有不耐烦的样子 甚至呢 爸爸跟他说他要买三斤肉的时候呢 他还特别的提醒我们说 一斤肉可以三到四个人吃 所以他问说 阿伯你是要一个人吃呢 还是你们家真的有这么多人要吃呢 结账之后呢 这位服务人员还跟我们说 下次你带你爸爸推着轮椅过来的时候 就不要排队了 直接把轮椅推来摊位前选购就好 那今天是第三次来 我们本来是想排队 但是爸爸就说那先去摊位请看一下 所以我们就推爸爸过去看 不过那时候因为人真的很多 所以我们想说不要麻烦店家好了 那因为人潮真的排得很长 因为那时候已经将近九点了 结果我们才刚把推车推开而已 里面就有一位服务人员跑出来说 阿伯你要买什么 跟我们讲我来帮你弄 所以他又帮爸爸 很有耐心的服务爸爸 我只能说这家摊位 人潮不断 真的是因为服务做得很到位 接下来要分享一个故事 是星光三越的意大利素食餐厅 小妹推荐我们去星光三越 一间好吃的意大利餐厅 妹妹是这里的地头蛇 我们当然要一起去品尝 看看她推荐的餐厅 那妹妹说这间餐厅都用好的油 身体会比较健康 到了现场 发现这间餐厅看起来颇为高档 实际看到菜单 每道餐点大约一盘是400多 大盘的是400多 小盘280元左右 有低销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得点一道菜才可以 这一次连同外拥 我们总共有七个人 大妹就说那她不要吃 因为她一天只吃早上 那一餐吃很多 到了晚餐她就不吃了 所以她就去外面卖场逛 那我们还剩下六个人 所以我们呢就点了六盘菜 但我们原来是点大盘的 我们后来大部分都改成小盘的 总共的价位大概不到2000元 整体上来讲是蛮好吃的 重点是家人在一起享用真的很开心 基于呢 不要浪费太多钱啊 那如同前面所讲的 我们点了六份餐点 而且都是小份的 因为是大家分享的吃 谈不上吃饱 因为我们想说如果真的要吃饱 我们再到百货公司里 其他地方逛逛的时候 可以再吃 我们也问父亲吃饱了没 他也说没有啊 根本没有感觉啊 其实他也吃蛮多了 但是他竟然跟我们说 他没有吃饱 那离开的时候 我们看到餐厅呢 贴了一张餐厅的用餐手则 里面有很多条 这个他们写的一些规则 但是都是用英文写 第三条写着 Don't leave hungry 那我看了就不禁笑了 我就只给我弟弟看 我说我们真的是饿着肚子走出店门的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公园里的老夫妇 这个小公园老爸常来运动 因为有很多器材可以使用 最近碰到一位老人 他说他是十二级中风 但是每天都来这里使用器材附件 所以现在飞护的情况非常的良好 他也鼓励老爸要常出来运动 身体会好得更快 也因此我们今天在星光三月用完餐之后呢 就带他来这里使用器材 只是当我们抵达的时候 他最想使用的器材 已经有一对老夫妇在使用了 这对老夫妇很悠闲地坐在上面 一面聊天一面运动 短时间看来没有打算离开 又过了一阵子 他们还是坐在原地域 我其实很想走过去跟他们说 请问你们还要坐在这边运动多久 不过我终究还是没有这么做 又过了好一阵子 他们终于起身离开了 擦身而过的时候 我们互相打了一个招呼 我就问他说 你们也住这附近吗 老夫妇不知道我们刚才的念头 就很热情地回答说 对啊 就在前面那一间超商附近 我说我们也是在全家那一边的第几楼 他就说那家的先生我认识 他之前不是都骑个脚踏车跑来跑去吗 就是你吗 他说你戴帽子我都认不出来了 你现在怎么坐轮椅不骑脚踏车 然后彼此就聊得很开心 爸爸也很开心遇到老朋友 但是我心里真的很汗颜 刚才呢 差点得罪老邻居了 所以后来我就跟家人分享 我们说在台南的公园里面运动 最好呢 还是彼此刻刻起起打招呼比较好 因为说不定他真的就是 你不认识 但是他认识你的邻居 最后一个要分享的是 小信的人 周一早上我们去母亲安置骨灰的地方 去祭拜妈妈 所以一早呢 弟弟就起来煎鱼啊 制作蒜泥白肉 双胞胎的小妹子也去买了母亲 再世时爱吃的甜品 大姐也带了很多从高雄来的好东西 那二姐在台南 她也带了一些很好吃的东西 我们整个带来的东西摆满了桌子上 父亲因为记忆力有些退化 拿着香 想了很久 那就说了一些话了 很高兴啊 然后祝福大家 这样子 父亲很高兴来看他过世的老婆 眼里还有一些泪光 不知道是因为眼睛不耐光线的关系 还是心有所感 弟弟用两个十元丢下去 他要看妈妈吃饱了没 第一次就出现一震一反 我们就跟父亲说 啊 妈妈吃得很开心啊 爸爸听了当然非常的高兴 要开车回去的时候呢 姐夫是从高雄来 他特别开车来载我们 回去的时候 他要到我们家里坐一阵子 那因为我们家楼下的停车位非常不好找 所以姐夫就有点苦恼 在开车的时候 弟弟这时候就脱口而出 就说 大哥你不是说你每次回来都先祷告 然后就会找到停车位置了吗 当然这是 的确我是有分享过这样的事情 但是要在整车人的面前做这样的祷告 突然有些不好意思 因为我心里想说万一祷告了 最后没有停车位怎么办 所以我心里呢 我就没有公开的祷告 我就在心里默祷 说主耶稣啊 求你待会给我们一个停车位 一个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绝妙停车位 我心里真的也很忐忑 我想说万一等一下没有停车位怎么办呢 那快到家的时候呢 姐夫突然发现有一个停车阁 他就说 对面有个停车阁耶 所以我马上就转弯 就停进去了 那抬头一看 哇塞 竟然就是在我们家隔壁一间白色大教会的正门口 这个地方通常也不好停车 但是这时候竟然有一个停车位 而且从这个地方走到我们家 只要过个马路五分钟就到了 真的非常的近 我没有在这个地方停过停车位 因为这边每次经过停车位都是满的 所以的确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这时候我也在心里不断的感谢主耶稣 但是我也求助原谅我刚才的信心那么的小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